印度空间研究组织23号说 印度月球探测器月船三号所携带的着陆器 当天成功在月球南极着陆 直播画面显示 月船三号携带的着陆器维克拉姆 当地时间18时04分 在月球南极实现软着陆 印度成为继苏联 美国和中国之后 第四个实现探测器登月的国家 月船三号于7月14号发射升空 据介绍 它所携带的维克拉姆着陆器高约2米 重约1700公斤 包括一辆26公斤重的碳月车 月船三号任务将在月球上工作两周左右 对月球表面的土壤和岩石进行分析 并寻找月球南极是否存在水冰 2008年印度成功发射首个绕月探测器月船一号 但原计划运行两年的月船一号 在2009年8月失联 2019年7月 印度发射月船二号探测器 当年9月 其着陆器尝试在月球表面软着陆时失联 有关方面于11月承认 着陆器已坠回